五盤基本的觀察方向 我們要來請教現場的資深分析師 孫怡婷 坦克武安 明德武安 大家武安 坦克我剛剛看到2481的強帽 在五盤前是持續在掌停板附近開開關 今天電子上的零組件突然又動到了 整流二集體的這個區塊了 到底是不是因為缺貨效應 已經燒到了二集體相關的一個供應鏈呢 其實這個禮拜又有很多 這報價上漲的一個題材 先幫大家來彙整一下 今天有續牆的 有多檔又創高的是 被動元件的區塊 MLCC持續的缺貨 大陸廠商要搶日本村田明年8成的配額 而且今天新的消息出來是履職電容 迎接近10年來最大的漲價潮 至保目前還是持續的強所漲停板 另外PCB也再度的發動了攻勢 由於上游還養樹脂缺貨漲價 報價難以下跌 凡認為這銅箔基板相關的 下個月開始可能也會再度開漲價槍 另外記憶體的部分 行動式記憶體在第四季的漲幅 可能平均有10%到15% 矽晶圓當然不用講了 缺貨效應是一路的看到2020年 包含了在傳產原物料當中的EG 現在的價格已經漲破了900美元了 讓東聯近期的股價是稍微呈現比較強勢的表態 但是下一棒是不是真的有可能會漲到車用整流二極體呢 其實整體的二極體產業在今年的第三季也都出現過一個波段的行情 近期開始陷入到修正整理 但是今天強茂的股價又創下了波段新高 來看一下到底為什麼會缺貨呢 因為手機快充 無線充電 加上車用電子的蓬勃發展 這三大需求引爆了二極體的漲價缺貨浪潮 而且可能才剛要開始嗎 其中呢蓬城呢 因為他是車用整流二極體的龍頭 掌握了全球半數的汽車整流二極體訂單 而且呢他的母公司中美金 讓他具有這矽晶圓購料的優勢 排辦呢在今年他也新增了日本跟歐洲的汽車客戶 而且呢他在宜蘭廠要擴產增加封測設備的生產線 今年呢在車店跟公控就佔他二極體營收比重 拉高到四成左右 德維近期呢在媒體版面也是相當的活躍 因為呢他有一個副爸爸就是美國的達爾科技 持有他五成以上的股權 而且也幫助他打入了歐美多家車廠的供應鏈 那他還有一個優勢就是呢 他大量使用自動化製程 減少四分之三的人力 讓他的良率可以增加三個百分點 兼股價表現也算是蠻強勢的 弘揚也是做二極體相關的 他在11月初呢宣布買台灣波峰七成的股權 要強化他上下游的一個垂直整合 而且他也握有很多的大客戶 包含了Bosch 包含了克萊斯勒 還有中國大陸的AM供應鏈 他也打進去 那今天工掌亭的強茂呢 其實他第三季 他有調漲過報價了 明年車用營收佔比可以拉高到15% 而且他有非常多轉投資的小經濟 可以貢獻獲利跟營收 坦克怎麼做觀察呢 今天呢在整體的電子上游材料跟零組件 離路的從PCB 從被動元件 今天呢突然動到了二極體相關的 後續有多大的空間跟消息呢 對我們看到其實這一波呢 漲價風算明樂一直幫大家做追蹤 那這裡其實從記憶體 再到相關的像被動元件等等 其實漲價的輪動其實都跟這個電子元件有關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幾年呢電子業比較不景氣 所以整個擴廠呢反而呈現一個沒有大量擴廠 那沒有大量擴廠的情況之下呢 原本的廠商往高階走 像我們昨天聊過嘛 高階廠商往這個車用走 往公控走 這些廠商呢國際廠商往高階走了之後呢 其實中階市場就一個缺口出來 台灣業者就拿下這邊的優勢 整流二極體也不例外 先講整流二極體好了 我們來看強茂 剛剛明樂提到2481的強茂 你看K線你會發現這一波其實前一陣子在攻的時候 它沒有漲到 它變成橫盤整理 所以說你會發現其實漲價題材是什麼 是輪動的架構 記憶體漲 漲完什麼 被動元件漲 那被動元件漲呢 今天整理很久了這個 這個相關的族群 整流二極體就開始動 所以這的話是個輪動的節奏 那為什麼整流二極體很重要呢 剛剛明樂已經提到 第一個是電動車的需求 第二個是無線充電的需求 第三個是什麼 快速充電的需求 那為什麼 因為我們來看 其實跟電有關的就要整流二極體 為什麼 因為整流二極體的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把交流電變成直流電 讓電有一個單方向的導電性 就從正極流到負極 這什麼意思 就是你整個這個電子產品的本身 電路不會亂掉 在這個概念之下 其實所有的電 你只要用到電的部分 就要整流二極體 這個概念 大家有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就來看為什麼會漲價 為什麼會有這個漲價的需求 因為昨天我們聊到 被動元件最近交期拉長 為什麼 甚至要你用標價的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供給不夠 市場搶著要 那這一次 其實我最近在看一份報告 就是大陸的這個 供應鏈的報告 他針對 這寫得很仔細 因為大陸人多 寫幾十頁的這種 這個相關的電子元件的這種報告 他說 從去年第四季到今年的整個缺貨潮 是有延續的 那裡面有提到被動元件 提到了整個矽晶圓等等 其中有提到一段很重要是在什麼 在整流二極體上 我幫大家揭露出來 那我們來看 這不管是這個 蕭特機二極管 因為大陸叫二極管 對 大陸叫二極管 對 然後像TBS二極管 然後是開關二極管 開關二極管 這其實是什麼 其實就是台辦的商品 強貓的商品 國內相關業者的商品 我們來看這裡 目前的交期要多久 12到22個 禮拜 是禮拜 然後13到35個禮拜 那重點呢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哪裡 交期的趨勢 就是說到底呢 現在這個時間 因為這11月中 11月底的報告 現在這個時間點跟之前比 交貨的期間是拉長 還是這個變短 這是一個趨勢 因為越缺的話 交貨期會越長 跟被動元件一樣 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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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延長 延長 延長 有一個穩定 這報告表示 報告不是全部都 銀昧的看多 這邊也是一樣 開關二極體這樣 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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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沒有發現 除了被動元件之外 在整流二極體這個區塊 整個交貨期也明顯的一個拉長 所以其實這個缺貨場 會持續下去 所以我們要觀察什麼 因為剛剛明樂提到一個重點 電動車 那電動車不是只有車輛本身 為什麼要跟大家提 因為電動車其實加了很多 相關的先的裝置 就是汽車電子化 這個電子化才是真正 比較厲害的地方 因為現在都要推自駕 對 自駕是一個關鍵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 在二十年前 我們小時候那個車子 本身其實跟電有關的很少 最小最小的時候 連窗戶都要用搖的 但現在都不是 現在全部跟電子化有關 所以你發現根據統計 一台車子 成本 電子產品 佔它成本的比重 是在快速拉高 現在大概到四成 但2020年的時候 有機會到五成的空間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你不用新增需求 你不用多新電動車的需求 你一台車 原本只有一部分是電子化 現在超過一半是電子化 光這樣的一個機會 就會讓整個整個集體的需求 大量增加 因為全部都要用到電 所以這裡的話 其實相關的業者 相關的股票我們就可以觀察 我們往下看 那今天的話 其實早上我跟明日討論的時候 本來要講牆帽 結果一開盤 就直接上去 這比較可惜一點 因為像我們看到 因為這幾年有個趨勢 第三季漲最強的是誰 其實是紅陽 今天在整理因為漲多 但是你發現 它是從什麼 要從太陽能的整流二極體 拉到車用 然後台辦也是一樣 漲一大波最近在整理 沒有漲到 所以今天開始轉牆 也是什麼 公控加車用 那牆帽也是一樣 原本在消費電子也要拉到 車用的領域做使用 那今天剛好是因為 它前面量縮之後 出量就早上抓著 一出量就攻擊 所以這裡的話 有一個輪番上漲的一個趨勢站 那這裡大家不要忘記 其實在車用整流二極體 剛剛明日在一開始介紹的時候 有提到一間公司 我們往下看 它是誰 它是8255的彭城 彭城其實這幾年是 它主要的業務 就是車用的整流二極體 大概占它營收比重88% 然後重點是在於 它全球龍頭 因為市佔超過5成 那關鍵在這邊 剛剛明日已經提到 彭城跟周美青的董事長 是同個人 都是盧明光先生 這什麼意思呢 就至少 你說價格上比較難 但是在取得物料上 至少一定的優勢在 所以你可以發現 因為公司先前在法蘇的時候說 第三季是個淡季 但第四季會增溫 那有沒有增溫有 10月營收確實有跳上來 所以這裡的話我們可以觀察 技術面更特別 我們往下看 技術面出現一個訊號 就是這裡的話 第一個它先前 有一個大量的一個紅K 那這裡今天雖然 最近股價台股在整理 但它紅K的低檔 都沒有被跌破 還是守穩的格局 那重點是外資的持股 從11月開始 持續的站在一個買方 就是大買小賣 所以這裡的話 持股比重持續的增加 所以這兩個環節配合 整個全球對於整個 整流二極體的需求 因為車用啊 無線充電的增加 所以這部分呢 有沒有機會出現補漲 因為先前有沒有看到 牆帽啊 台半都大漲之後 其實蓬城這裡的轉機器 跟所謂的補漲力道 都值得大家做進一步的觀察 好 再來感謝坦克蘇英廷 今天呢特別從牆帽 突然向上做拉高衝刺 帶到了整體的車用整流二極體 現在呢也是缺貨 也都要延長交期 可能就是被動元件之後 下一棒的漲價概念股了 下一棒的漲價概念股了